苹果iPhone7今天全球公开发售 世界各国的股份早已经迫不及待地守在专卖店前抢投箱 然而和往年相比 iPhone7的排队人潮明显减少 在大中华主要市场之一的香港 因为民众对iPhone7的兴趣不大 就连当地最流行翻炒的黄牛价也仅仅高出800元港币 和iPhone6s的黄牛价差不远而已 而在中国则因为采取预售制 因此中国各地苹果旗舰店的人潮也不算特别长 中国市场的销售情况将会成为苹果未来一年业绩的关键点 而iPhone7刚好在主要对手三星Note7 闹出电池爆炸的时机推出市场 绝对是占尽优势 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吧 然后再加上三星Note7这个安全问题 然后可能很多想买那个三星的用户 然后也会来买这个iPhone7 然而事实上iPhone7在中国微博的讨论度还要低于上一代的手机 预购量也不低iPhone5和6 但是北京国粉认为iPhone7还是有令人期待的新功能 应该是很好的 因为都很期待iPhone Plus那双摄像头 再就是它的亮黑色吧 因为就是从那个苹果5开始 就是没有像苹果4那种亮黑色 大家都是挺期待乔布斯那种亮黑色的 对苹果4的就是那种期待 而在日本东京 苹果旗下的行动支付服务Apple Pay 随着新iPhone和Apple Watch正式进入日本市场 除了整合日本最大铁路公司JR东的大众运输卡 同时支援日本境内众多信用卡和预付卡服务 日本的消费者下个月起就能够以iPhone7或是Apple Watch 购物付费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镜头转到澳洲 悉尼苹果专卖店外大约200人在细语中排队 排在首位的16岁苹果粉丝巴尔苏姆 成为全球第一个拥有iPhone7的人 但是却买不到最想要的钢琴黑手机 按照苹果星期三公布的数据 7 Plus已经售庆 钢琴黑版iPhone7和7 Plus也同样在全球售庆 去了解 7 Plus和钢琴黑手机都是在网路预购中售庆 彻夜排队的果粉只能够退而求其次 难免生气失望 而悉尼苹果专卖店也为此付送了100块澳币的优惠券 给铺了个空的果粉 弥补缺憾 随着全球的苹果订购量逐步升高 加上三星发生安全危机 苹果的股价也一路上冲 四天的涨幅已经达到了11% MDV7综合报道